图书馆人员仔细的整理排列书籍 这里是基隆市七路区摆幅图书馆 近年来使用率越来越高 每个月借还书籍超过2300本 不过下午5点就关门 对不少下班后才有时间来图书馆借还书的民众来说产生困扰 他们很多是在新北市工作 然后回来下班的时间刚好是我们正常关管的时间 所以可能会造成他们的比较的不便 为了方便民众借还书与阅读 基隆市文化局方面宣布 即日起包括安乐、信义及百服这三间 使用率最高的区图书馆 每周二到周六延长服务时间到晚上9点 不用再像以前一样 只有等考纪来临前才延长开放时间 基隆市的各区图书馆 从今年1月开始 整个已经纳进来无法局的总管分管体系的运作 基于往年市民的一些需求 总是觉得我们区图书馆的开放时段 跟服务商他们觉得 跟双北来比总是时间比较短一点 今年开始我们先从往年去分析里面 借用量跟使用率比较高的三个馆 新义区图书馆、安乐区图书馆还有 区图的百服图书馆 我们把它纳进来 从5月10号开始 就把它整个的延长开放 平常日就是早上9点到9点 假日的话就是9点到5点 那希望在这一段期间 能够对市民提供更好的服务 金融市挖局方面表示 如果事办成效良好 不排除未来其他区图书馆 也比照延长开放时间 以提供更好的图书馆服务 记者张祁腾金融报道